其實我們在看美術史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部分就是說每個國家 它一定都會有某個階段 是跟為了配合政府的一個宣傳 所發展出來的一個美術創作 那台灣在紀元時期尤其也不例外 那其中關於十大建設這一塊 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種類 因為它是以這個建築 或是以這個工業的一個場景為主 那在台灣的一個脈絡來講比較特別就是說 因為它同時又跟這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是卡在一起的 所以很多畫家他必須要用水墨 或甚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方式 來去呈現這個所謂非常現代化的工業建設 那它這裡面就產生了某種非常有趣的一個美術的一個形態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邀請了一些當代的藝術家 譬如說像是牛俊強他針對了這個台北這種比較分雜的一個景觀 或者是李永志他用這個所謂盜版的一個概念去竊取這個所謂的工業區的這一個 那這樣子的一個計畫其實都是用比較荒謬的方式 或是比較諷刺的一個方式去再現就是說 或者去批判這個所謂的後十大建設時代 也就是說我們的這個當代的一個都市景觀跟工業景觀的一個樣貌 那這個夢其實也是展覽的最大的我們最核心的一個本質 就是我們在追逐一個東西就是現代性 那這個現代性它其實是比較像是中華民國整個就是在台灣之後 一群人或整個國家集體想要更強盛的一個焦慮或者說一個渴望 那它甚至是當我們的整個國家的國力變成超越 或者說日韓的時候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部分 都會變成一個很國家的一個民族性或者說國家的一個驕傲 或者說它就是一個指標 那我覺得這個指標也是產生的一種追逐感 就是那個夢 對這個展覽來說 我們不斷的追求更快 更高 更大 更好 更有效率 那我覺得這種追逐也是現代性一個很強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就是要這麼的這麼的好 這麼的超越 然後這麼的不斷的往前 那這個東西它其實如果放在當代裡面來說 其實我們現在都是環多都會有這種焦慮會產生一個身心的狀態 當我們在追求這些東西的時候就有一個當代上面就有一個反抗 那我們就會去思考說 當時候的大概整個現代性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追求到的東西是我們現在身心狀況 或者說我們的未來 我們之後生活要的嘛 所以島以現代性之夢這個夢不僅是國家的夢 或者說一個時代的記憶的夢 一個民族 一個時代的群體的夢 那這個夢不是說它是好或不好 或者說實現未實現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企圖 一個想望 一個渴望 它就是在那邊這樣的追求 或者這樣的外在國際跟中華民國在台灣這件事情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在這樣的架構裡面 我們不是要去講歷史 然後也不是要去梳理勞工 或者說工業的這個歷史 風景歷史 我們真的是要想思考說 好 在這樣的背景跟這個思維架構裡面 怎麼去看我們台灣的藝術家 去詮釋跟表現他們眼前看到的風景 那在大部分的國家 他們在討論到所謂的一個工業文化 或是工業地景的時候 它常常會跟左翼的美術 或是左翼文藝有直接的一個關係 但我們這次在做這一檔展覽的一個研究的時候 就發現台灣因為在忍戰時期 它在政治官譜上面是屬於一個右翼的一個狀態 那它基本上是對於這個左翼的一個創作 是有很多的一個打壓 那這也導致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展覽裡面可以看到 台灣的這個比如說美術家 他在進行美術相關的一個創作的時候 比較少去比如說歌頌這個勞動者的身體 或是他的這個姿態 他的辛苦 那比較多是在對工業景觀 就是國家建設這個很宏偉 很偉大的一個建築體 但不是針對人的一個歌頌 是對於這個物的一個歌頌 那這是台灣美術在處理工業地景上面 跟其他國家比較不同的一點 在那個時代的一個文學 就所謂的嚴肅文學要去找文本 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就是比較難找到這個跟當時的 比如說大建設經濟起飛氣氛有關係的一個內容 所以我們最後反而發現就是說 相關的一個文字上面的一個寶庫 是出現在比如說流行歌曲 尤其是這個台語的流行歌曲 跟這個甚至比如說廣告台詞裡面 我們才可以看到就是說 或感覺到對於勞動 對於這一個工業參與工業工作者的一個歌頌 對那這裡面其實我覺得有很多 我們可以再去反思的一個內容 更有趣的是想知道 到底我們的藝術家是怎麼去看待 這座島嶼的一個風景 因為其實我們基本上從第一次展覽到第二次展覽 這一次展覽大部分藝術家是台灣的藝術家 那從這個前輩啊 一直到中中輩到當代藝術家都有 其實藝術家怎麼觀看台灣的風景 一直才是我們真正好奇的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表現 吸收跟表現跟反應時代的人物這樣子 有些人在藝術家旅目的地上